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亲爱的郑碧君小姐 今天是我们相识的第四年 相爱的第三年 我们也即将在这个时刻 随手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回想刚认识你的时候 给我一种乖乖女的学霸形象 这让我怀有学家基本肆养的我 一度不好意思接近你 更别提说上一句话 还好拥有共同伴友们的存在 我开始有机会认识并了解你 渐渐地我发现你是一个很会照顾人 为他人着想的一个女生 也渐渐地你在我心中悄悄占据了一个位置 交往之后 我发现你其他很多不同的一面 比如说嗜睡如命 脑洞直大 爱喝奶茶 狂追电视剧 以及工作时候耐心温柔和平日风格的巨大反差 都让我更加体会到一个真实 而且美好的你 不仅如此 你还带给我很多不同 从所为有的体验 我们一起经历了说走就走的世界杯旅行 还有耗费脑力的日语课学习 陌生地方新美食的探索 这些种种经历也都因为有你才会变得如此鲜活 说了这么多 再过几分钟我们就会成为合法父亲 对于我们以后的日子 我说不出多么漂亮的承诺 但保证对你始终如一 收获上共同承担 共同进步 每年都带你去一个新地方旅游 互相陪伴 彼此到最后 你寻言是我的心头肉 我爱你 亲爱的老王 这是我献给你的一篇小作文 我希望在今天这个幸福的日子里 跟你一起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旅程 记得在俄罗斯的世界杯 因为你非常不明智地决定排队买可乐 我们错过了全场比赛的第一个竞选 那这旅程真的没有比这个更遗憾的事情 然而人生总没有遗憾 我想说对我来说 未来的人生有你都不遗憾 生活中的那些美好 我以后要跟你一起去追试 后来我们又去了意大利 你还记得五渔村的克伦尼利亚岛吗 我深刻地记得我们为了走遍五个渔村 已经很晚很累 还互相鼓励地登上四百多级的台阶 到那个村子里 在上面俯瞰海边的火车展示 真的很美好很浪漫 但是想到还要爬下去也很累 但因为有你我不怕累 我想说未来的日子里 我希望与你一起努力 走过难走的路 到更加美好的地方去 我喜欢你的善良和真诚 我欣赏你的脚踏实地 谢谢你在生活中包容我的小脾气和小任性 谢谢你的美梦你一直都有我 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生命中的伴侣和唯一的爱人 我愿意在未来 不论顺境逆境 与你一同承担生活中的责任 上校父母下交足力 我会欣赏你 尊重你 陪伴你到永远永远 爱你的回归 谢谢大家